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在这一份新入职人员明细表里面准确地计算出他们的转正日期 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在进销存管理台档表格里面快速输入当天的日期和时间呢 所有上面的这些操作如果想要提高效率的话都离不开我们常用的日期和时间函数 我们先话少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课程 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都解决掉 第一点 快速输入会议时间 首先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个表格的制作过程 现在呢 我们要为左边的这些会议项目添加对应的会议时间 我们这个会议开始时间呢是9点半 所以我们先输入9点半 第一个项目主持人开场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在脑海里面计算一下 9点半加5分钟就是9点35 所以是9点35结束 然后是第二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它的开始时间肯定是上一个项目的结束时间 所以是9点35开始 领导致词呢大概5分钟也是可以的 所以9点35加上5分钟是9点40结束 然后以此类推 我们把下面所有的项目呢对应的会议时间都填写完成 整个过程呢 是完全的纯手动输入加上一些心算 非常的麻烦 如果我们像这个样子把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分成两列 然后呢 用一些日期和时间函数 预先填加好公式 那么操作过程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开始的时间9点半 然后在右侧添加好会议市场 主持人开场5分钟 引导致词5分钟 学生代表这词10分钟 接下来的15分钟 15分钟 非常快速的 我们就把这个会议时间计划表给完成了 而且如果某一个项目的市场有变化 我们只需要修改一下它对应的市场 它后面的这些会议时间呢 会自动的更新 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来直接看一下它的公式 我们双击这个单元格 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没有任何复杂的函数 只是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计算 使用我们的开始时间加上会议的市场 就是我们的结束时间了 不过这里的会议市场呢 要有一个简单的转换计算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要从日期和时间的本质说起了 日期和时间呢 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数字 我们可以选择开始和结束时间的两列 然后呢 把它的格式设置为常规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时间呢 变成了一堆小数 从本质上来讲 任何的数字都可以转换成日期加时间 数字中整数部分呢 代表的是日期 小数部分代表的是时间 数字中的一代表的是一天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43037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它对应的日期呢 实际上是2017年10月29号 这个数字它的意义代表的是1900年1月1号到2017年10月29号相差的天数 刚才我们说了1代表的是一天 一天当中有24个小时 所以说1除以24得到的小数呢 就对应着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呢 又可以分成60分钟 所以把这个数字再除以60 那么得到的小数就代表的是一分钟 明白了日期和时间的数字本质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案例当中 这个公式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难理解了 这个公式当中我们使用F3单元格当中的 会议时长除以24 相当于把这个数字呢 转换成了小时 但是主乘机开场5个小时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再转换成分钟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再除以60 就把它转换成了分钟 使用开始时间加上这个分钟的时间 得到的肯定就是结束时间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项目的起始时间 这个公式就非常简单了 直接等于了上一个项目的结束时间 它的结束时间呢 和我们上一个项目的结束时间是一样的 使用它的开始时间加上我们时长 转换成分钟之后的小数 以此类推 所有的单元格都填充好这样的公式之后 这一个会议时间计划表的模板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直接输入会议项目的时长就可以了 第二点 轻松计算迟到时间 在这一个考勤时间记录表上面 上班的时间呢 是早上8点 我们要根据这个考勤时间找出哪些人迟到 并计算出他们迟到了多少分钟 怎么做呢 思路非常的简单嘛 直接使用考勤时间减去我们的8点就可以了 所以公式我们在旁边写出来 等于我们的考勤时间减去8 哦 差点忘记了 这个8呢代表的是小时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转换成对应的小数来除以24 然后按下回撤 哎 好像不大对呀 理论上我们这样子减出来得到的应该是一个分钟数 但是这个数字怎么这么大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分解开来逐步执行一下 就能够找到错误的原因了 首先我们把意思在用格当中的考勤时间代入进去 然后把这些时间转换成数字 数字相减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因为我们保留了代表日期的整数部分 正确的做法呢 是把时间和日期拆分开来只保留时间 才能够计算出正确的迟到分钟数 在seal当中呢 我们可以使用inter函数来拆分日期和时间 使用inter函数可以将时间当中的日期部分给提取出来 我们来尝试着修改一下这个公式 等于rntint 然后呢选择我们的考勤时间 按下回撤 然后我们得到的就是只保留日期的时间了 那么怎么样把考勤时间当中的时间部分给提取出来呢 非常简单 我们使用原始的考勤时间 减去我们提取出来的日期就可以了 所以修改一下公式 使用考勤时间减去inter函数 回车 这样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只有考勤的时间部分了 我们可以把它的格式呢 设置为常规 来检验一下是不是只有小数了 OK没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在后面再减去我们的上班时间8点 记得要除以24把它转换成小数 按下回车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这个员工迟到的分钟数 但是这个分钟数呢还是一个小数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实际的分钟 需要把这个数字乘以24 先把它转换成小时 然后再乘以60 再把它转换成分钟 按下回车 这样这个数字呢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迟到的分钟数 我们向下填充公式 然后我们点击右键 选择设置的一个格式 把它格式设置为数值 我们舍去它的小数部分点击确定 对比下可以看到针对迟到人员的迟到分钟数 我们也可以正确的计算出来了 但是这些复数呢 看上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可以像这个公式当中一样 使用if函数来对这个结果呢 进行一个修饰 我们复制一个结果 然后if函数 如果小于0的话 就显示会迟到 如果大于0 我们就显示原本的计算结果 再次填充公式 这样我们得到的公式计算结果 就和左边的数据完全一致了 第三点 准确计算转正日期 这个表格里面呢 是一份新入职人员的明细表 公司的规定是 新入职人员实习期为三个月 现在我们要计算出每一个人的转正日期 要怎么办 方法呢有很多 我们来注意看一下 首先是第一个方法 最简单粗暴的 入职时间加上90天 我们把每个月都看成平均的30天 所以直接使用入职日期 加上三个月90天 按下回车就可以了 然后向下填充公式 但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方法的计算结果 好像和我们的期望值并不太一样 比如这一个入职日期 理论上我们只需要针对这个 月份加上三就可以了 结果应该是12月21号才对 这里却得到了12月20号 这种方法计算不够精确 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思路呢 和我们刚才所想的一样 就是只针对月份加上三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的公式 哇这个公式好长啊 不用害怕 我们把这个公式分解开来 一步一步看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实验是第一个部分 F4代表的是我们的入职日期 然后第二部分 这个year函数 它的作用呢 是提取日期当中的年份 也就是这里的2017 第三个参数呢 是mouse函数 它的作用是提取日期当中的月份 这里得到的结果是9 第四个部分 date函数 它的作用是提取日期当中的天数 这里的结果是21 然后第五个部分 我们使用mouse函数加上3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月份直接加上3 所以得到的结果是9加3等于12 最后我们再使用date函数 把刚才的这些年月日数字 合并成一个完整的日期 这一个公式当中呢 最为复杂的就是最后一步的date函数了 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 date函数的作用呢 是将三个分别代表年月日的数字 合并成一个日期 它有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呢 就分别对应着刚才我们提取出来的年月日 明白了公式的原理之后 我们回到案例表格当中 再实际的演例一下这个公式 首先我们输入一个等于号 等于date函数 date函数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要合并的年份 使用year函数 提取原本的入职日期 第二个参数是月份 我们使用month函数 提取原本入职日期当中的月份 事页期为三个月 转正日期就是三个月以后 所以针对这个月份加上三 最后一个参数是我们的天数 使用d函数 提取原本的这个天数 然后输入入货号 按下回车 完成公式的编写 得到我们准确的转正日期 最后向下填充公式 第二种方法呢 计算结果确实非常的准确 但是这个过程有点繁琐 需要用到四个函数才可以解决 有没有什么减编的方法吗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方法 计算结果呢 同样非常准确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 哇非常的简单 只有一个edate这样的函数 它的作用是计算几个月之后 或者之前对应的日期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我们要计算的开始日期 第二个参数 是我们这个开始日期之前或之后的月数 如果我们这个月数为负数 那么就是以当前这个日期 往前推几个月 如果是正数的话 就是以当前日期往后推几个月 现在呢 我们要根据入职日期 往后推三个月 所以直接输入等于edate 选择开始日期 第二个参数 输入3 输入右括号回车 非常快速的得到了 我们准确的转正日期 向下填充公式 搞定 第四点 快速输入竞销存日期 这是一个办公用品领用的台帐 每一次有人领用产品出户 或者有新产品入户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登记 而且要记录当时的日期和时间 但是这个过程呢 非常的繁琐 每一次都要输入这样一个 16位的日期加时间 有经验的同学可能会说 应该用使用nal函数呀 nal函数就是返回当前时间和日期的 我们输入nal 然后呢 输入括号回车 确实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当我们输入下一条记录的时候 再输入nal函数 上一条记录的时间呢 也自动更新了 因为nal函数呢 会根据代曰歌的变化而自动更新 所有的函数结果都会变成当前的日期加时间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时间固定下来呢 这里要用到我们前面学习过的一个功能叫做下拉菜单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我们在旁边的这个空白单元格当中输入等于号 输入我们的nal函数 来返回当前最新的时间 然后我们选择日期这一列 点击数据选项卡 点击数据验证 然后选择序列 我们这个来源呢 就选择刚刚输入的这个nal日期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点击代曰歌旁边的这个下拉按钮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最新的日期加时间 点击就可以完成输入 你可能会想 结果和我们上面填的结果是一样的 它不会变吗 我们再来验证一下下一条记录 点击下拉菜单直接选择时间 上一条时间确实没有变 每一次输入的这个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既输入了当前最新的时间 又保证前面的记录不会发生变化 这真的是一举两得 课程的最后按照惯例 我们再来快速总结一下本节课程的知识点 首先第一点 日期时间的数字本质 日期和时间本质上就是一个数字 数字的整数部分代表的是日期 小数部分代表的是时间 第二点 英特函数拆分日期和时间 英特函数呢 用来获取数字当中的整数部分 而舍去小数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英特函数来拆分日期和时间 第三点 年月日函数 year month date 年月日函数呢 用来提取日期当中的年月日 想要把这些年月日重新合并成日期 记得要使用date函数 第四点 当前日期的now方法 now函数呢 可以返回当前最新的时间 但是它会随着公式的更新而自动变化 使用数据验证功能 根据now函数返回的最新时间 添加一个下拉列表 可以让时间固定不变 好了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快去下载本节课程的参考资料 自己动手试一下吧 再见 再见